爱心企业家生人纺织公司董事长白灿荣 捐赠总计超过100万元的义卖物资 供创世社会福利基金会公益义卖 21日在彰化县政府中庭举办捐赠仪式 将爱散布到社会各角落 这一次的爱心企业企业开 是透过生人纺织董事长白董事长捐赠 5000支的高级洋企 还有12000双的袜子要来做衣卖 这衣卖所得就是要来协助植物人 整建一个安养院 照顾这些孤苦无依的植物人 在我们6月2号在园林公园 早上10点到下午3点 有一个我们创世的公益爱心园游会 这里也呼吁我们所有的爱心民众 当天可以到现场去逛逛 然后做爱心 生人纺织捐赠创世基金会 5000支高级雨伞阳伞 及12000双袜子等物品义卖 这次公益义卖将于6月2日 在园林公园举行 意卖所得将用于推动新建安养院 及关心植物人到宅服务的公益活动 县福感谢创世基金会 以及生人纺织公司的善心意举 并呼吁大家一起响应公益活动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道